提到了酸甘茶 這可是客家人將口感比較酸的虎頭乾 加工製成的養生茶飲 相當傳統的飲品 不過在苗栗三彎 這裡有一家茶廠很特別 他把酸甘茶拿來滷茶葉蛋 還有熬雞湯 口感如何 傳統口味 創新吃法 一塊來嘗嘗 這就是我們儲存酸甘茶的養 我們這裡都有履歷 三彎茶農陳賢康 仔細介紹招牌的酸甘茶 當年因為家中種的虎頭乾過酸 所以父親利用冬季茶葉採收的空窗期 製作出客家人最愛的養生飲品 敲碎就能飲用 不過製作過程相當反覆 陳家兩夫妻依循古法加入佛手 茶葉 檸檬等材料回填 經過蒸 曬 壓 烤等過程 讓虎頭甘也能夠變身 因為你久蒸久害它的酸性一定沒有的 還有我們裡面有放這些 佛手 檸檬 佛手甘這些還有精緻 味道就不一樣 總共14道的工序成就了酸甘茶獨特的香氣 要讓更多人了解酸甘茶 他們講究包裝 讓酸甘茶也能夠變成伴手禮 印有銅花的包裝是茶包式的酸甘茶 方便上班族來飲用 另外也有特製的木盒包裝 讓民眾可以珍藏 在因為客家的東西都慢慢很多人 外國人都來找 他喜歡這樣有一點 好像花茶類似這樣 有一點果香 以前客家人潤沸止咳的酸甘茶 現在也可以變成料理了 陳賢康常試用酸甘茶滷茶葉蛋 常常在社區活動中推廣 結果大收好評 他這個有點酸 還有酸甘茶的果香 經過兩到三小時滷製的茶葉蛋 有淡淡的茶香 看起來也不像一般茶葉蛋 有深褐色 但卻相當入味 對 一下就有香味了 想要讓大家多了解酸甘茶 陳賢康夫妻還用酸甘茶燉雞湯 积極推廣 他們讓酸甘茶也能入菜 把它加入了雞湯 湯頭不淡不油不膩 還吸取了酸甘茶的精華 甘甜又爽口 熱氣加香氣 讓人忍不住想要嚐上一口 傳承老祖宗的技藝 他們讓客家傳統的養生飲品 商機無限 創造了新的吃法 也讓大家更了解客家 虎頭甘的一片橘紅 濃烈成酸甘茶 滷出清香茶葉蛋 熬成清爽熱雞湯 客家子弟冬天心情 品子養一整年也豐富感動時刻